刘诗诗是一个静面谦虚的演员 他的气质外形也比较特别 腹中有诗书 举止得体 有大将之风 锋芒暗藏 叙事歹伐 他看得见自己的道路 他出道那么久以来 好像什么也不争 事业心不强 但你知道刘诗诗的人缘方面有多强大吗 娱乐圈中 很多都是他的好闺蜜或者好朋友 和陈乔恩成为好朋友 仅仅是因为两人一起录制了一期综艺节目 从未合作过的两人 相见恨晚 陈乩因为和刘诗诗一起排过电视剧 私底下也是很好的朋友 在陈乩因为小龙女的角色被骂时 刘诗诗还出来力挺陈乩呢 还有TVB女型陈法拉 一个主要在香港发展的女明星 真的不敢想象 她居然要成为刘诗诗孩子的干妈 刘诗诗和她的交情肯定也不一般 刘诗诗不是那种谁火跟谁好的人 她一直秉承自己的交友原则 在拍摄伤心童话时结实谢难 两人都是纯爷们一拍即合 还有叶青就不用说了 事业长事业短不离口 刘诗诗无奇隆功不练经 还自我调侃 我竟然输给了一个男人 如今经历过大红大紫的刘诗诗 依然形态平和 在低调中稳扎稳打 一边看风景 一边向着美好的愿望前进 暗笑的女孩运气不会太差 她也越来越接近梦想中自己的样子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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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